在这幢法式风格的三层小楼前 两棵柏树郁郁葱葱 苍劲挺拔 树下来往游客久久助力 深情缅怀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龙州领导 革命时亲手在仲夏的 为发动和领导龙州起义并创建红八军 他在1929年和1930年两次来到这里 在这栋小楼居住和办公 仲夏柏树是希望红七军和红八军 这两只红色的新生革命都能像柏树一样 坚毅剃拔 万古长青 1929年6月 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 于作柏 李明锐有意与我党合作 中共中央派出一批党的高级干部 到广西开展统战工作 发展工农运动 当时 年仅25岁的邓小平 作为中共中央代表 义无反顾地告别刚结婚一年多的爱妻张希元 从上海来到南宁 领导广西的统战和 兵运斗争 同年9月10日 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做出了开展土地革命 建立工农武装 整备武装暴动等重要决议 10月 于座白李明锐反蒋失败 为了避免三家军阀混战 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向群众基础叫好的 左右江地区 邓小平果断决定 由一座义带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 开赴隆州 发动民众武装工农 改造部队准备武装协议 原定隆州摆设同于12月11日举行起义 万事俱备 怎料11月18日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率部叛变 占领龙州静西 于座玉在李明锐协助下指挥部队评判 于12月4日收复龙州 几天后邓小平抵达龙州 总结蒙志仁叛变的教训 对龙州起义做出具体部署 1930年2月1日 龙州起义胜利举行 中国红军第八军成立 起义后 红八军着手创建左江革命根据地 2月19日 龙州体育场呼声震天 当天 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举行反帝斗争 数千名群众冲进法国领事馆 海关楼 包围教堂 将领事传教士等驱逐出境 当时反帝的情绪非常高大 法国当局就恼求成怒 主派三架法国战机 来我们左江地区上空 对我们左江革命进行威胁恐吓 进行武装挑衅 左江地区的革命风暴 风起云涌 1930年3月20日 国民党以四倍于红八军的兵力 围剿龙州 余作狱率领红八军守城部队 和赤卫军浴血奋战 引敌众我寡 最后撤出龙州 就在这座铁桥和两岸附近 当时第一路游击大队负责掩护 他们二手桥头 与敌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殊死搏斗 数百名红军战士 为保卫龙州而壮烈牺牲 站在桥旁 仿佛能看见90多年前 那场硝烟战火 累累淡痕 诉说着当时红八军战士的不屈与无畏 龙州失陷后 红八军向右江地区靠拢 历经七个月转战七千里 在陵云县与红七军胜利会师 1930年10月 红八军编入红七军序列 波澜壮阔的龙州起义 如星火闪烁 理想信念的旗帜 始终在革命将士们的心中高高飘扬 红八军主力转移后 留在左江地区的农民赤卫队坚持游击斗争 革命红旗一直飘扬在左江的红土地上 革命胜利的果实是烈士们的鲜血凝成的 红八军和人民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 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这是龙州起义六十多年后 邓小平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的一句话 也被写在龙州起义纪念馆的碧雕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